第一盛服的身杖朋友们 悄悄打打带来一首新年恭喜 还有明道国小溜冰队 穿着金光闪闪的队服 带来精彩表演 他知道他们脚上穿的是 金牌化成 配合他进口的溜冰鞋 2016追梦计划得主 一一表达内心满满的感谢 希望工厂慈善基金会 已经迈向第五年 总共捐出了9600多万元 帮助许多偏乡的小朋友 和弱势团体勇敢追梦 也希望接下来让爱出走的活动 透过志工和伙伴们的力量 把大家的爱传出去 各界有目共睹 那我相信刚刚在前面五个 表演的五个团队里面 我们看到 的确这些都是孩子的梦想 为什么 因为来表演的孩子都很开心 每一个都很开心 那每一个都非常的享受 他来做这个表演 不是一直在锦上天花 而是要雪中送炭 而是真的是帮助那些 可能机会稍微弱一点 可是这些对这些孩子们而言 其实那个的意义 那个的价值绝对是非凡的 直销商伙伴扮成了财神爷 超可爱的跳舞出场 还分送压碎红包给小朋友们 不只带来了满满的年节气氛 更象征着 未来要把伙伴们的爱心 分送到社会的每个角落 案例新闻六分 廖君潮台北报道 評伴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